這個民旨制度 好壞是很難講喔 但是它真正創造更多問題的時候 變成了Troublemaker 那這個制度就是壽終正確 那麼民旨制度之後 全球應該會升起什麼樣子的制度 喔 那這真的是很難理解 那過往像英國 像歐洲的 各位 歐洲永遠有一些文化是頂先全球人類的 這個古老的真的是很厲害 很厲害 你不要小看 那臺灣的觀音華裏 也可以是一個有效的這個移車能力 反正啊 我對民旨制度 跟所有人類歷來的歷史制度都同樣看法 當它產生的麻煩 比它能解決的問題多的時候 就會消失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來自外太空 太陽浮世的種種問題 是